在拍戏的过程中会很辛苦 但是对于我而言最终是热爱 我想变成公司跳舞最好的人 没有人就能输吧 大家都想赢 为了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坚持 想怕实地 做好自己 拼搏勇往直前 他是努力 真实 我是努力 不后悔 奋斗 奋斗 高考应该是每个人都经历过很拼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应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什么也不想 就每天就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 然后一直什么复习 然后看书 然后写卷子 对答案 然后改错 就一直重复这件事 在我12年 维度奥运会结束之后 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 就是在整个这个礼乐周期的亚运会市井赛 还有我们奥运会 我都要兼顾着学习 拍过很多的战争戏 主旋力的戏 经常会在一些炸点周围跑 经常会被一些炸点炸到 因为以前不是学表演的 然后家里也不同意 我觉得我做过最牛的事 就是我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梦想 我想变成公司跳舞最好的人 然后一直为这个目标奋斗 就是你根本没有别人的那种 舞蹈基础的情况下 你就要比别人更加发奋 去练习 因为年轻嘛 不会想到说 自己身体会有什么障碍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不会的 他只会想到我要这么做 我一定要这么做 每天要把自己的腰活动到麻 让他没有疼痛知觉的时候 才可以进行训练 那天就这样 然后每天几乎睡觉是趴着睡觉 就是除了训练 其他的都不能自理 赛前一个月手指头断了之后 逢真的第一天 我就开始恢复训练 忍 对 就是忍耐 和阿尔法国的对比 其实是让我人生有一个 更新的一个认知 没有人愿意去输吧 大家都想赢 但是总会要分出个输赢 我必须得尽快忘掉 输棋的伤痛和引起的喜悦 因为有更多的比赛在等对我 我们都是幸运的 能够为自己喜欢的事业来奋斗 你必须努力到无以复加 才能优秀到万富莫敌 好好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 然后对生活要积极乐观 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态度 所有年轻人请记住 脚踏实体模发展 努力一赞 坚持下来就一定获得成功 如果你有梦想 那就去追吧 无奋斗 无奋斗 不青春 无奋斗 不青春 不奋斗 不青春 你好 新时代 青年创意微视频大赛正在进行中 登陆大赛官方网站 填写报名表并上传作品 即可参赛 你的时代 等你来拍 拜拜 感谢观看